大家好,我是狗校长 是一个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手办,模型,周边玩具的人 像梁校舍的手办,孩之宝的变形金刚,万代的特赦,高达,爬坡的动物模型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各样的玩具我都有所收藏 从我的柜子放进第一个玩具起,现在也是过了十几年了 可以说收藏它们已经是我人生的一种意义,横步标了 所以在经历了这样的事之后是真的很受打击 真的没想到这十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被人用污水给淹了 电也断了 什么都没了,终于全没了 完了 完了 视频道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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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现在我也是想开了一些 所以录下这期视频 来讲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那么是在 7月18号下午3点半 因为凤华安庄 二期的施工方 他们施工现场没有采取 预防雨水和 这个逊期排水的这样一个措施 导致他们施工厂 上数万平方米的 这个雨水全部积攒 到了一起最后全部集中 冲向一期也就是我们的房子 其实我们 早在7月5号就已经 有业主向他们反映了 施工现场的这个问题 而且市政府也下达了相关的通知 甚至是在事故当天 事故发生前三小时 我们都再一次联系了他们物业公司跟开发商 并且去他们施工现场去找人 但是施工现场连一个人都没有 在这个事故发生后 这个开发商跟施工方甚至没有主动动 登门来慰问过我们 最后是在政府的协调下 我们才得以跟他们进行协商 但对方的态度依然是 夏宇又不关我的事 又不是我的责任 这责任你们自己要负的 我也对你们表示同情 但是这不是我的责任啊 这是夏宇是水吗 又不是我往你家倒水 也就宣告了我们协商直接失败 所以我也是不得不走法律的途径 已经起诉立案了 只能希望以后能有个像成不堂一样的律师吧 希望能赢这场官司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是对这次事件的一个总结 同时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可以给我来上一个三连 帮助我曝光一下这样不负责任的 这个开发商跟施工方 但还有是真的十分感谢 一直以来给我提供帮助啊 还关心我的朋友啊 和陌生人是真的真的十分感谢 感谢你们 谢谢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再见